我相信神真是新奇每一個講源都會有些多托付 神給我的托付就是講 神是怎麼樣一個神 我們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我們怎麼回應 你常常要我從舊約講到新約 所以常常我花滿多時間在禱告 那很多的時候我是把神的祝福放在前面 神放在前面和我們 那這個因為今天的信息跟上一次的有些的關聯 那所以今天是在講神的同在和我們的跟隨 那我們上個禮拜也講到五重直事 就是說我們在新約裡面有講到五重直事 那五重呢 在以佛所書的第四章十一節就講到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 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我不曉得弟兄姐妹上個禮拜 聽完了以後 有沒有回去再思考去禱告 你就想是說 主啊 你要我做什麼樣的角色 當然你覺得說 哇使徒先生這個很大 那我也不是牧師也不是教師 那你至少傳福音每一個人都可以傳福音 所以就是在這個今天單張的這個牧者的話裡面呢 我就是用比較通俗的話也是鼓勵弟兄姐妹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一個傳福音的人 Amen 那我們回想一下 回顧一下我們上個禮拜 就講到是說神的呼召 因為我想是說 你想想看你自己生一個孩子 你常常都會對他有個期盼對不對 那我們的神把我們用寶雪換回來 他對我們的人生真的有一個規劃 真的是有一個計劃 他也希望跟我們溝通 想讓你了解是說 你信主以後你要做什麼 你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我們以前也講過 就是Being和Doing 就是成為什麼樣的人 要做什麼 那所以我們上個禮拜呢 有一次在講是說 我們神對每一個人都有個呼召 但是呢你就說我怎麼知道神的呼召是什麼呢 我怎麼開始呢 那上個禮拜我們也講到是說 神呼召呢基本上就是說有三個層面 或者有更多至少有這三個層面 一個呢就是你如果從聖經的角度去看這些故事呢 有的時候你會看到很多不一樣的故事 因為神非常的豐富 那你比如說像摩西 神是透過那個著火的荊棘 可是那個荊棘不會燒毀 很特別給他的 attention 那麼他呢 神就在那個時候對他說話 要讓他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那後面呢就是那以色亞先知是怎麼樣的呢 以色亞先知是誰 那神就對他說 我能猜遣誰呢 我們常常唱一首詩歌 就講是說我們要來回應神 那以色亞先知他就回應神說 我在這裡請猜遣我 我們常常是說神和人是有互動的 他跟我們講話我們要回應 上個禮拜呢我們也講到桑莫爾 也蠻詳細的講到他的故事 那麼桑莫爾怎麼開始的呢 是他的父母 他的母親求告神 他原來不生孩子 後來把這個孩子就獻給神 那桑莫爾呢 他也是 就是神就呼喊他 Somewhere somewhere 可是他剛開始不知道是神呼喊他 他就以為是這個以利在喊他 直到第三次那以利就跟他說 是神在呼喊你 你要對神回應說 夫人在此請吩咐 類似這樣的話 所以呢 那我們就是要學習來聆聽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說 透過屬靈的長輩來呼召 有的時候你說我沒聽到神的聲音啊 那但是呢 那弟兄姊妹或者是 牧者啦傳道啦 跟你講是說 欸你要去裝備 神要使用你 當然你自己還是要多禱告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神也透過一些屬靈的長輩 來呼召我們 那我們回到聖經 你說我們任何的話 我們要回到聖經 有沒有聖經根據 那我們上個禮拜講的是說 以利亞呼召以利沙 記得嗎 那麼就在西乃山 神呢 就叫以利亞是說你去 到哪裡哪裡去 要告兩個王 後面呢就說 你要去找那個 放牛用牛耕地的那個 以利沙你要去告他做先知 所以呢 總結起來 就是說神有的時候會親自的 就神呼召摩西的時候 邊上沒有其他人 對嗎 沒有其他人 只有羊 他在放羊 那但是呢 後面你會看到是說 神 與他同在 所以就是今天我們所講的 你說 神呼召我 神那麼偉大 那麼神奇 我怎麼做呢 我怎麼知道 我不要妄為 對嗎 我不要走在神的前面 或者做神不要我做的事情 所以呢 我們就要一步一步來學習 怎麼領受 怎麼應證 怎麼去回應 那當然我們summary起來呢 就是說 舊約裡面呢 就是有 祭師 先知 君王 那我們上個禮拜呢 重點在講先知的這個職份 那後面呢 我們講到新約是這樣 使徒先知 傳福音的 教師和牧師 這個為什麼要強調呢 就是說 神 在你的生命中 有個命定 你要去尋找 那 我們呢 我覺得就是說 薩諾爾這個故事 當然 扫羅被招的故事 大家比較熟悉 所以我就 就約了這個故事呢 來 整個的看一下 我們上個禮拜呢 是在講那個獵王祭上十九章 對不對 就是以麗莎怎麼 被以麗亞去刀 然後他怎麼 去 跟隨他 我盼望是說 就是比如說每次講那些經文 大家回去以後 可以把那些經文 看一看 前後文上下文 看一看 那麼 這五個部分呢 基本就是從獵王祭的 十九章 和獵王祭下的第二章 就把這個以麗莎 他怎麼 領受 這個 護招 他怎麼 去回應 護招 他怎麼跟隨 先知 他怎麼樣進入職份 他怎麼樣 戴下神的能力 就很簡短的 五個部分 派問弟兄姊妹回去也去看 那麼就是說上個禮拜我們講到十九章 就是獵王祭上的十九章十六節 就講到是說 神在 和獵山 叫這個以利亞 完放了一些圖對不對 是說 你去高 好 那以利亞呢 他真的很順服 他就 他就會覺得說好我要順服神 所以他就去 高那個 以利沙 他高的時候他沒有用高油 對不對 他就把他的外衣 披在以利沙的身上 還記得嗎 當然後面呢 還有一段經文就講到是說 那以利沙呢 他原來用用那個牛嘛 跟地嘛 那他後來呢 他就 跟這個以利亞說 你等一下 我回去要跟我父老兄弟跟我爸爸媽媽講一講 好我再跟你 然後你仔細去看那段經文 以利亞還說 你回去吧 我跟你說了什麼 雖然以利亞沒有沒有說話 只是把外衣披在他身上 那以利沙就知道了 後來而且呢 那段經文呢 就講到是說 最後二十一節就講到是說 以利沙呢 後來就把那個牛給宰了 把那個牛 跟牛的那個工具 用那個跟牛的工具 就把牛給解殺了 就吃 就給 周圍的人吃 那他就是說 下定決心了 他以前的事不做了 他要重新開始 要跟隨神 Amen 有的時候 當然我們前 那時間也常常在講 職場 神的職場 鼓勵弟兄姐妹在職場 活出神的榮耀 當然神也呼召一些人 在教會服侍 或者是在國度裏面服侍 在那邊的水湖 服侍 這個都有的 我們不是指天中哪一個部分 兩部分都有 所以如果神呼召你 你還是要出來 Amen 那你如果是看那個 烈王記下 第二章 時間也不是很長 弟兄姐妹就可以去來看 那麼這段經文就講到是說 神對每一個人都有計劃 那麼 神在這個 以利亞身上 就有非常非常多的 透過他顯神祭 做了很多 了不起的事情 那後來呢 神要用懸風 接他 升天 這個是在聖經裡面 記載的一個 沒有經歷死亡的人 很神奇 那而且呢 這個是神所命定 那 以利亞 以利沙 從那個 吉甲 就前往 後面這段經文呢 我們就往後看 那以利亞呢 就對以利沙說 他呢 是 就在想說 哎呀神要接我走 那 他就問這個跟隨的人 他就說 憋華拆我去 伯特利去 你可以在這裡等 因為你前面有看到是說 這個以利亞 很有能力 所以呢 他跟那個 巴黎的先知去鬥的時候 他 他贏了 對不對 因為他是 祷告的是這個真神 降下火來 神降下火來 但是呢 有人追殺他 對不對 所以呢 有沒有危險 有時候你 你真的為神做婚有沒有危險 有危險 所以呢 他就 他就跟他的 土地就說 沒事啦 我去啦 你就在這裡吧 但是呢 你看以利沙說 我指責永生神的 耶和華 又在你 在神的面前 又在你的面前 启示 我必不離開你 他知道以利亞是一個跟隨神的人 所以他就很願意跟隨他 Amen 所以這裡呢 就在講詞說他第一次 在講說我跟隨 當然不是說前面他沒有跟隨 只是這段經文講了三次 後來呢 他們就往伯特利去了 那邊呢 就有些先知門徒 那個時候呢 以利亞呢 他有這個 先知學校 就像薩摩爾一樣 他願意把神給他的那一份呢 來分享 來分次給別人 那些先知呢 門徒就出來見 以利沙 那就對他說 耶和華今日 要接你的 師父離開你 你知不知道啊 那你看以利沙知道嗎 我們看看這段經文 以利沙知不知道 知道 他就說我知道 你們不要做生 好 這裡就講到說先知先知 先知先覺 事情還沒有發生 他們知道 對不對 那 好了 再往下看 第2章第第4節 然後以利亞呢 就對以利亞 以利沙說 說 他到了那個地方 他又再往下一個地方走 耶和華拆遣我去 耶利哥 然後你可以在這裡等候 那以利沙又說 我指責永生神的 耶和華 又敢在你面前 起誓 我必不離開你 哇 於是兩人就一起去了 耶利哥 你願意跟隨神 這個是 就是很要堅持 很要信心 是不是 那他第2次講是說 我還是要跟著你去 那後面又來了 你看這幾段經文好像是重複 那那些 住在 耶利哥的 先知們 就近以利沙 對他說 實際上 你看是類似 但是是不同城市 這樣知道嗎 就好像說你到了 達拉斯 人家也這樣跟你講 你到了奧斯汀 人家這樣跟你講 達拉斯汀 還是這樣跟你講 就是從神來的是一致的 那後來呢 那些先知就 對他們說 耶和華今日要接你的師父 離開你 你知不知道 然後以利沙知不知道 知道 他說我知道 你們不要做生 你看我們要做先知先覺的人 那後來呢 這個 後來又走走走 那 以利亞又對以利沙說 耶和華 猜拯 我往 約 和去 約 和在聖經裡面也是很著名的 一條和 你可以在這裡等候 意思是說 如果是神要發生什麼 很 奇特的事情 你可以在這等他 沒關係 我自己去 但是以利沙 他又說 我指著 永生神的 耶和華 又指 又敢在你面前 起誓 我 我必不離開你 於是兩人 一同前往 OK 那麼到了第三次 又是這樣 所以到後來呢 以利亞先知呢 他們 和 以利沙 就來到 約旦 河邊 那約旦 河邊呢 後來以利亞 你知道嗎 你不要覺得這些先知的 我只是在跟你講故事 我可以給你講很多見證 神在我生命中 給了我先知的恩膏 所以很多的事情 我為弟兄姐妹 祷告的時候 他們有突破 不是從我而來 是從神而來 我盼望是說 我得到 我也把這份留給你 今天神沒有要接我走 但是呢 我覺得 每一次的主日信息 神有一個新意 神是真實的 我為什麼挑這些信息來講 這十幾年 神在我生命中 給了我很多的恩典 也給了我很多的啟示 我是覺得是說 這一份 我願意講出來 雖然這個 這些的信息 很不容易講 因為你覺得很抽象 但是我想告訴你的 神是很真實的 Amen 那 所以到了這個時候 那以利亞和以利沙 他們就到了約旦河邊 後來你看 以利亞 他將自己的外衣捲起來 用 用外衣來打水 水就分開了 他們就可以走過去 所以很多的聖經的故事 你看 你覺得我看過了 我們 那個摩西 就是說 用帳 把這個紅海分開 我聽過了 但是我 盼望弟兄姊妹 你所聽的 不是只是個故事 不是只是個歷史 我盼望弟兄姊妹來領受 來經歷神 Amen 這真是很寶貴的 很寶貴的 所以在那個時候呢 摩西真的是 他也是 用神給他的 那個不一樣的東西 是個帳 那神就跟他說 你把帳 刪下去 他就順服 就升下去 紅海就分開了 你如果是說你覺得你說這個太太不可思議了 你可以去查一些 那個 聖經 或者你去YouTube看 那個 有這種 就是說 神機十善問 就是說 對於 聖經裡面 十三個大的神機 大家有疑問的 有人去考古 真的是 真的是 他講的很多話 講的 非常真實 就是說 是可能的 OK 那後來呢 那後來呢 我們是神的兒女 我們可以到神的面前來求 特別是這些屬神的東西 對嗎 你可以來求 那在這裡我就想到是說還有一個在聖經裡面很會求的人 他就是所羅門 對嗎 他是 大威的兒子 他在接管這個國家要做王的時候 他就求神 他做一個夢 神問他你要什麼 他沒有求財富 他沒有求長壽 但是他求智慧 管理國家 真的是我們要 為我們每個人祷告 也為一些在上掌權的人祷告 如果我們的神 所高的人 有從神來的智慧 這個國家不一樣 Amen 你真的回去看聖經那個所羅門的時代 那正是前五古人後來者 大家覺得那麼有智慧 那是從神來的智慧 他也沒有讀過怎麼去做 做領袖 他沒有讀過領袖學 他就是來到神的面前求 所以 跟神求 是最 最厲害的 所以呢 到了那個 後面這段經文講 李麗莎是說 你所求的難得 你沒有求你多有點 好 遺食住行的東西 你求從上頭來的 這是不簡單的 所以雖然如此 他說我 我被接去 離開你以前 那他都很清楚 神要做什麼事 他本人也清楚 他的土地也很清楚 神在他生命中 要做什麼事 然後後來呢 他就說 但是他說了一句話 這很重要 大家聽 你若看見我 就必得著 不然你就得不著 就是說 你說這 以利撒 跟了他那麼長時間 他執著嗎 以利撒也很執著的 對不對 他換了一個城市 走到下一個城市 那時候也沒有飛機 沒有汽車 他們是走過去的 他這樣子 是付代價的 對嗎 他 跟了一個村 又跟了一個村 又跟了一個城 他就是這樣 不斷的跟隨 那如果是在你生命中 你發現有一個很跟隨神的仆人 你也要這樣跟隨 跟隨 那結果呢 他就是說 好 他也沒有是說 你就很輕易的就得著 沒有 那以利亞 是按照神的心意 他不是說 神給的 我可以隨便給 不是 他是一個敬畏神的人 那所以 什麼叫你看見 就必得著 你要去 渴目 你要去認識神的律 你要去看到 神在每一個人的人生當中 他是導演 你要看得懂神的引領 你的人生才是按照神的劇本去演 才不是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去演 而且呢 當然呢 就是說在這個例子當中 無論是舊約新約 神也不會讓你那麼孤獨 對不對 像在以利沙 他有跟隨以利亞 然後呢 在這個新約裡面 提莫泰有跟著保羅 他常常就是說 神有一些 你可以跟隨的人 當然最主要是跟隨神 當然最主要是跟隨神 對嗎 那麼所以在教會當中 你可以去尋找 你可以帶的 你可以跟隨的保羅 你可以去找 你可以帶的提摩泰 不要一個人走孤單的路 好嗎 有的時候是你的 是夫妻 有時候是弟兄姊妹 有時候是牧師傳道 但是就是說 你要懂得 在神的家裡面 來找到 找到 這一份 那麼 後面那段經文就講的是說 他們正在說話的時候 忽然有 火車火馬 將兩人分開 以利亞就乘風 升上天去 所以呢 這段經文就講的是說 神 就是按照他的這個計劃在走 那以利亞有沒有很痛苦 哎呀我家裡還有什麼人啊 還有什麼事放不下 沒有 他很順服 對嗎 他就是這樣子 該怎麼做怎麼做 該去做什麼 去做什麼 那你看 然後以利沙 就仍然 在耶利哥等候他 等候他們 就是說後來呢 這段經文因為 比較長 沒有每一節都拿上來 就是說後來的他的土地呢 就是 不是像 以利沙看到 以利亞被接上天 那他們作為土地作為人 怎麼以利亞不見了 所以他們就去尋找 這很自然 後來他們就去找 但是實際上以利沙說 你們不用找了 我看到 他已經被神接著了 那麼這個時候 但是 那五十個先知還是去了 找了三天 沒有找到 什麼都沒有找到 然後 以利亞是說 我豈不是告訴你們嗎 你是不會找到的 因為他已經直接接上 天上去了 那麼到後來呢 大家這些的先知就 就公認是說 這個以利沙 他們也看到 感動以利亞的靈 感動以利沙 他們就跪在他的面前 就知道他是先知 他是從神來的 他有從神來的那個恩高 所以呢 到後面 他們就 但是他是不是就是說 我是先知 你們就是 就是我在這裡 就是 不用為大眾做事 不是 神所高的 無論是 使徒先知 傳福音的 教師 牧師 都是要為神的國來做事的 對不對 所以呢 在這個 以利沙在地上行的 第一個神祭是什麼呢 是他用 鹽 就 製好了那個水 就是在那個城市呢 那個水 不能喝 就是 沒有那個 神的祝福 所以呢 以利沙呢 他有從神來的 從神來的智慧 他就 說 你們拿一個新的瓶子來 裝鹽給我 那那些人呢 就順服 就把 這些拿給他 那他呢 就找到水源 然後江源 倒在水裡 說 耶和華如此說 我治好了這水 從此 必不再 死人死 也不再 使他的 地土 不再生殘 所以有的時候有咒詛的時候 人會死 對嗎 人有疾病 還有呢 地裡就是 不產果子 就是有的時候 是果子會掉 不熟 不能吃 那 那神呢 就 借著這個 以利沙 來服侍 那個世代的人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再講 神的呼召 然後呢 再講 我們的回應 人的回應 那回應 是不是就 停在那裡了呢 不是 你要跟隨 有說這個跟隨的過程 時間 可能還蠻長的 那以利沙 就跟隨 跟隨 跟隨 到後來呢 你發現 他有沒有得到 他得到 他得到什麼 神的祝福 神的 這個同在 你如果去查聖經 那以利亞在地上行了 差不多有七個大的神蹟 那以利沙行了十四個 他真的有神的同在 如果沒有神的同在 怎麼會有神蹟 人沒有辦法行神蹟 所以呢 就是說這個好像是我們的一個路 OK 是我們的一個道路 所以呢 我們要認識神 但是我相信 在座的神 每一位都要祝福我們 就是說 我們 沒有在家睡大覺 我們願意來神的 神的店裡面 我們來用心聽 每一篇的信息 我們回去好好查聖經 我們回去好好祷告 這裡有祷告 祷告會參加 有查經班參加 不要漏掉神的祝福 因為神的律 神的話 就在神的聖經裡面 你不要輕忽神的話 不要覺得浪費時間 Amen 當然這個是在講 虽然是在講舊約新約 在新約裡面我想到什麼 想到耶穌 對嗎 耶穌為我們的罪死 定在十字架上 這些大家都了解 也升上天去 他升上天去 他這個 講得很詳細在使徒行傳 第1章的第2節 他講到是說 實際上你想我們的神 他是在 他從天上來 他懂得到神的 很多的奧秘 可是我們人聽不懂 聽不懂 他在舊約裡面透過先知 來跟大家講要悔改 要回轉 那先知 真的 大先知書小先知書那麼多 做先知 好不好 好 哇神跟你說話 難不難 難 有時候你也叫人家悔改 人家有的 有的先知被丟到井裡去 有的先知有人要殺他 不容易的 對不對 有的先知他說話人家不聽 神要叫他做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 對不對 就引起人家注意 做先知也是有風險的 但是那是神如果捐薪你 你就是要去做 那 在新約聖經裡面 真是神啊 我們的神 真是他也是 他生 生到高天 對不對 這些大家 比較熟悉的經文 那所以呢 他我們呢 信耶穌 不光神用水 來給我們施洗 他也用他的名 給我們受洗 然後呢 聖經裡面也不斷的講 他 要常常 給我們用 讓我們常常 聖靈充滿 有的時候我們會覺得是說 你如果知道 我要跟隨神 我要跟隨神 可是我們在生命中 常常做不到 做不到 那我們就是要讀聖經 聖經和聖靈 當我們一起 又讀聖經 又來 經歷神 又來 領受神 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 會改變 所以呢 我們這段經文是講的是說 實際上神 真的 什麼都有定期 那 實際上神呢 真是把這個 莫大的 允許 給我們 把他的聖靈 在耶穌 升天以後 他把聖靈降下來 我們要來領受 不要輕忽 不要輕忽 雖然 就像聖經講的 聖靈因為我們眼睛看不到 我們摸不著 聖靈有時候像風 有時候像火 聖靈有時候真是在我們的 心裏面做捷徑的工作 聖靈又像水 來滋潤我們的心 有時候我們的心很乾枯 這些不要覺得都是一些比喻 真的也是比喻 也是真實 那 神真是在我們生命中 有這麼大的允許 他要來愛我們 他要來引領我們 他是非常非常真實的 那 聖靈呢 降在我們身上 我們必得著能力 我們會有能力 戰勝那些的試探 我們會有能力 戰勝那些的 瑕疵 那就是因為 我們明白了真理 我們有聖靈 神在我們的心裏面 在我們心靈裏面 所以我們不光 自己要 來 領受 我們也要來傳福音 今天是聖餐的主日 我們就是 用我們的心 來 領受 那我們真是知道 神愛每一個人 神也藉著他的 靈把那個 醫治 也 帶下來 那你說我們在 我們不是神 我們也不是先知 但是 神就在 五旬節 把聖靈 賜下來了 我們 需要做的 就是來領受 我們可以來領受 所以呢 回到 神真是 賜給我們 不論你的 呼召 是什麼 你是要 願意 來領受 願意來 尋求 願意來跟隨 當我們這樣一步一步真是跟隨神的時候 我們的聲量就是會長大 我們就是真是跟神是合一的 Amen 那 當然我們 使徒主要是開拓教會 當然在聖經裡面有十二使徒 有使徒保羅 那在現在也神也高很多人 感動他們去各地去開教會 先知呢 他們主要是從神來領受 他領受有的時候 是一個方向 有的時候是在講 要悔改 那有的時候 就是使徒和先知 是這個教會的一個基礎 那 傳福音的 還有 牧師和教師 傳福音的 人人都 需要傳福音 人人 都可以傳福音 好 那我們江伯母早上有在講 怎麼傳福音 非常美好 他八十二歲了 清清楚楚的 把聖經的 這個主要的都在很短時間 都講得非常清楚 非常好 那 還有就是牧師 大家就是牧養 教導 關懷 那 還有就是我們有主日學老師 來教導 所以呢 就盼望弟兄姐妹 真是我覺得我們弟兄姐妹 很多人已經來教會 很多年了 很可慕 真的是 盼望更多的 弟兄姐妹 來服侍 參與服侍的時候 真的神給了更多 Amen 那麼 所以你是說我們傳福音 那你是說 我們傳福音 我們 不知道怎麼傳 但是呢 我們就 實際上 你 今天因為後面還要主日 就是說 你可以用這個 有一個叫 布永康 對 這個是 他在 在這個 目前是世界上 他帶 他帶這個福音朋友 帶的最多的一個人 那他是一個歐洲的人 好 那他呢 神就很明確地說 你要去非洲 傳福音 他是一個牧師的孩子 牧師 他的父親都沒有看好他 但是呢 神就是 對他有這樣一個護照 那 那 可以看一小段 你就看 你就會覺得是說 你會很震撼 那如果時間不夠 我們只是放一點點 他講得到 就是你看也是很簡單 你覺得 這個道 這個經文 我也知道 但是 你就是要有這個心 你願意踏出去 神與我們統戰 Amen 今天是聖餐主日 我們把時間 交給麥克基兄